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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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快跑啊 啊 啊 房間 啊 樓你快走我擋住了 我留在這你拿著別動快走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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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憶子爺 熙兒 是火災 別怕 你為什麼要想拼護我 你丟的那半塊冰箱 其實是我偷的 等我知道 你偷冰箱 是我讓你這麼走 熙兒 這是我 再喝一次火 我守護著你了 你命令到家裡還來送死啊 你是 把我倒下 好好下去 啊 啊 憶子爺 可太多全球灰不能上游 旁邊都看到花 天天天天雨 天天天天火 熙兒 你還好嗎 程澤哥哥 我們可說好了 等你寄滅了之後 要選我的王 那是自然 憶程子 你不是說只要活嗎 從一開始 本王就沒想讓你們活 我 熙兒 快走 走啊 啊 姐姐你的命可真好 你 戰王殿下奔袭百里要來救你 殊不知 你是為了他的兵服 齊王殿下 這另一半的兵服 奴家 給您帶來了 原來你們兩個 早都穿都好了 不要意外 齊王殿下喜歡的 一直是我呢 殿下 如今戰王已除 兵服到手 你可以登機 當皇帝了呢 本王要是當了皇帝 必封你為皇后 這一切都是你們設計的 沒錯 不妨再告訴我一件事 你娘 已經下去等你 你不是人 美利亞 上司而活 啊 啊 啊 你那次 我重生了 這是我和弟子也成親的當晚 這麼說弟子也還活著 可這一切都還來得及 姐姐 你醒了 你醒了 蘇智蓉 又想做什麼 這一世 不會再被你謀騙 姐姐 我讓你當眾 撞出聚婚果然有效 弟子夜 他顏面盡失 已經進攻秦職 要與你合離了 你說什麼 不行 我要進攻阻止合離 姐姐 當戰王修了你 我就能成為戰王妃 希兒 你還好嗎 蘇子 你活蛋 希兒 是弟子夜 都是弟子夜的 放開我 希兒 是弟子夜從中做告你才嫁給她的 今日你在婚宴上這樣一趟 你滿潮解釋 不過希兒 你放心 我一定會取你違背 上一世我都被你害死了 這一世我還相信你的鬼話 我算是白活 放肆 臣 拜見皇上 你們亡故皇家為言再次私會 臣何體統 皇上 不是這樣的 戰王 這個王妃 當眾壯主即婚 又是私會外來 朕 倫與你們合離 你既然新月地成則 本王成全你便是 謝父 阿臣先行告 皇上 臣妻不願意合離 請皇上收回旨意 還不合離 戰王的嚴命何成 皇家的嚴命何成 臣妾當眾壯主即婚 已經知道錯了 還請皇上 給臣妾一個改過自信的機會 請皇上 求皇上收回旨意 謝兒 你就算對我心有怨言 也不能委屈自己和不喜歡的人在一起 蘇月希 你這是又在耍什麼花招 李子葉 我是真的喜歡你 我知道我之前做了很多錯事 讓你傷心了 你不要生氣了好不好 你別跟我合離 皇上 請您收回聖旨 誰想讓朕誓言不成 來人 加蘇月希 拉下去 請父皇收回聖旨 兒臣不願合離 你可知 承受多大非議 兒臣 甘之如矣 請父皇成就 罷了罷了 朕收回聖旨意 你們行嗎 夫君 你還活過這兒 真好 放手 不要 蘇月希 你方才為何不願意與本王合離 弟子葉 我喜歡你 我想跟你在一起 你方才還壯著俱婚 你覺得本王會信嗎 我會讓你相信的 夫君 東方花竹葉 你要去哪兒啊 本王還有公物在山 東方花竹葉 你不能令我一個人獨守空房 那你可知道 東方花竹葉需要做什麼嗎 我 我當然知道 你 你 父君 你先別著急 我要準備準備 準備 準備 準備什麼啊 好啊 我的蘇月希 竟被弟子葉集中獻到 齊皇殿下請稀怒 就算弟子葉 娶了丞相之女蘇月希 但她的母親仍是不解 她註定以储君之位無緣呢 先生說的極對 我北國定不會讓一個狐姬之子做皇帝 可是這蘇月希為什麼不願意弟子葉和你 難道她對本王的心 可變了嗎 殿下切勿妄死非 蘇月希定是心願於您的 我們正好可以利用這個事情 讓蘇月希牽制入弟子葉 很好 常若堅持不成 那就 算了 不用準備了 進來吧 你是不是以為本王在跟你親熱的時候 會放鬆警惕 然後你趁此機會要了本王的命 如果沒有猜錯 枕頭下面藏著一把刀 對吧 夫君 你別誤會 我是真的想跟你 真的想跟我行夫妻之禮嗎 你說的是實話嗎 你心願地成則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他 你還在騙本王 Arbeit 算了 圖書還有 мет font 趕快 現在還有 film 自己圖 你媽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汐儿 即便今夜你为了本王尾身弟子业 本王也绝不会怪你 你永远是本王的好汐儿 诚则流 好你个地诚则 小姐 王爷说他今晚在书房睡 让我把这个给你 好你个地诚子敢破坏我的洞房花周夜 那就别怪我把你跟端王妃的丑事告诉他 三日后提示苏叶欣毁 地诚则 你个混蛋 你敢打本王 你敢给我戴绿帽子 本王尖了你 哎哎哎哎 端王妃 是不是 我兴来以致得很好 可这端王妃那个贱人怎么就暴露了 请王殿下请王殿下 听说昨夜当王闯入全府把你给揍了 说会何事 说出来老臣说不定能为两位王爷说喝说喝 原来你进宫邪恩世家 见地诚则是真话 我才没有想见他呢 我只不过想看看他挨打的样子 全部不会了 我没有骗你啊 我说的是真话 真话 你的真话都给了地诚则了 子依 我是真的爱你 别说真话 本王不爱情 皇爷 你若不爱听假话 那我这里有真话 你听不听 你要是不听的话 我此生都不再说 啊 虽然是一句真话 那两句真话你听不听 小学习 藏王殿下 陛下请您去玉珠房 两句话 陛军 我在两厅等你 西儿 昨夜睡得可好 弟子爷有没有为难你啊 你竟然还敢来 看来上次被打的还不够是吗 西儿 本王知道你是在关心我 本王也知道你不愿与弟子爷合离定有你的难处 西儿 西儿 你放心 若你在湛王府受了委屈 一定要告诉本王 本王一定会帮你 弟承泽 少在这儿花眼交易 你也没有回心 我若受了委屈 秦王殿下 想怎么帮我呀 该不会是要取恶吧 西儿 本王一定会娶你 只是 只是现在时机还不成熟 秦王殿下还敢对本王王妃动手 怕是昨夜 还在 够 夫君 苏月希 本王给过你合离的机会 是你自己不愿意的 本王不管你是真情还是假意 这辈子你休想再驾于他人 他人 也休想再娶你 夫君 这个混蛋坑坑纏我 你给他一脚 可恶 弟子爷 本王一定会让你后悔 弟子爷 从一开始 本王就没想让你能活 你该去死 弟子爷 你不要死 苏月希 你这是多希望要了本王的命啊 梦里都想着让本王死啊 弟子爷 我没想要你的命 我想让你好好活着 你信我 今日是你三朝回门的日子 你若继续耽搁 是不想跟本王一起回门了吗 回门 前世 弟子爷就是陪我回门遇刺的 那就不回来呗 你不愿和本王一起回门 是怕你的齐王殿下不高兴 老夫 我们走 弟子爷只要今日不出 就绝对不会有此 哎呀 肚子疼 肚子好疼呀 我的肚子好疼 肚子 王妃在痛苦 哎呀 还用你说啊 快穿太艳 怎么了 我们今天不回去了好不好 你就在家里陪我 好 那我陪你 孤三军冲击报 我去去就回 爹拿命来 就凭你们几个小小职徒也想要了反光的命 老邦留火口 这是主子 果然和钱是一样 易成泽又派人追杀 夫君你放心 这一事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夫君小姐 主子 留一个火口 他就换过 是你有 回家 就是我 我去 天一无反过 不是 不去 不去 我去 是 我去 这都是我接你的 对不起一字一样 王爷 家伙有毒 才会为王匹拔剑 可能会很痛 统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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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 夏儿 夏儿 那些刺客都是冲着我来的 你为什么这么傻呀 这些都是我接你的 夏儿 苏月熙 竟有刺客对赞王行刺 传政之一 正要彻查此事 我必给赞王一个交代 皇上 湛王遇刺并无大碍 倒是那湛王妃 听闻她为殿下等了一件 正得派人好好安抚 回父皇 儿臣愿意向老 本王来位 你出去 我把岁月布置成棋聚 等着你 每次相逢都是运气 每次离别都是叹息 缘分在等到风 竹子 竹子 那些刺客已经查到了 那些刺客背后 是齐王殿下 本王毫不疑问 属下还查到 今日行刺一事 王妃似乎之情 这是齐王殿下给王妃的出信 李成泽 快让本王开悔你的伤 别假情形的了 那些刺客不都是你派 可那些伤 都是奔帝子叶去的 你伤成这样 是不是帝子叶逼你当劫 姬儿 你放心 本王定会为你讨回公党 没有人逼我 我是自愿的 本王知道了 你伤成这样 是故意用苦肉祭祀 让弟子叶对你死去大帝 好为本王所用 姬儿 你放心 早晚有一天 我会娶你威威 谁要你娶 我早已经是弟子叶的人了 不可能 你放开 放开我 汐儿 我就知道 你不会让弟子叶跑 你会约本王首席如月 为 是本王打扰了你们二位了吗 苏月希 你早就知道帝成泽会对本王动手 为了他更是用苦肉劲来蒙骗的 来人 王妃行为不断 关进柴房反省 你要把我关到柴房 你也没有 太叔叔说你不能管 弟子叶 本王是来传圣旨的 你竟敢如此待本王 其王假借圣旨之名 去把王妃优惠 本王不介意将你的仇事告到监察院 让神人都看清你这臭恶子嘴脸 老方 把其王扔出去 王爷 求您不要把王妃关进柴房 王妃是清白的 柴房那么冷 王妃守不住的 老妈 正好让她惊醒惊醒 老鼠 小姐 小姐 你快醒醒 这儿有老鼠 好疼 小姐 你快醒醒 来人啊 快开门啊 王妃不行了 来人啊 朱月熙 你怎么能一次又一次地欺骗本王 不行 下发那么冷 本王去看看 小姐你快醒醒 小姐 王爷 奴婢 奴婢求您救救小姐 奴婢求您了 喜儿 苏月熙 没有我的允许 你不许死 啊 旋 旋 喜儿 都是我的错 你为什么不信我 喜儿 别哭 本王信你 我信 不哭 病着 他约会男人的时候 怎么没病着 哭 五黄熊 我可没有胡说 我都听说了 他湛王妃在相府 又会起往殿下 听谁说的呀 哎 这你就不用管了 他苏月熙不守复道 咱也不能吃亏 来 我给你选了几个士气 见过湛王殿下 天生见过湛王殿下 我不同意 黄氏子帝哪个不是 七线成学 你凭什么不同意 这些人都配不上他 那你比你 不守复道呀 不守复道 端王殿下可是看见 那 那倒没有 既如此 端王殿下说 我不守复道 便是诬陷 我夫君要是纳妾 我不会阻拦 但我便会搬出王府 王爷 你要留下他们吗 卢丰 把人都送走 你给本王等着 你身上还有重伤 为何 为何今日还要除去 王爷 我有一件事 我有一件事想跟你说 地成哥想要杀你之事 我确实知道 但是 至于原因 我现在不能跟你说 但是我跟他绝对没有四相受受 你信也好 不信也罢 我问信不愧 本王信你了 但今日纳妾仪式 都是地解一字作笔章 并非本王的意思 我知道 所以我替你拦下了 不过王爷 你不及御史 你以后会有好人 谁说本王要纳妾了 本王有心你一人就够了 不管你心中是否还有地成责 本王都绝对不会负你 怎么 信儿不信吗 那我可以对天发誓 咦 不信 我想问你一件事情 你明明知道我跟齐王有纠缠 为何还要娶我 还丢着吗 信儿这个以后就会知道的 事实还要重伤 今天是早 谢谢 久儿 今日他问本王 为什么对他那么好 你说 本王该不该告诉他呀 姐姐 我都听说了 你被湛王关进柴房 这端王还给湛王送氏气 我早就说 这湛王凶坛暴力 不如齐王殿下会疼人的 姐姐还不信 我早知就应该听妹妹的话 可如今 就你会演 我也会 如今 姐姐不如让我当湛王策飞 一来 选了姐姐贤良的名声 二来 柔儿也可以让齐王殿下 和姐姐装成去说 妹妹 这自然是再好不过了 可是我给不了你这名份 哎呀 姐姐不用担心 这皇后的寿蛋快要来了 有时候 你和姐妹童还献业 请皇后娘娘 赞王妃 不知你是否愿意 苏芷柔是著名的京城四大才女 苏月希 这出了名的废物 凭什么敢同台演义 你说神是废物 你不愿意就拒绝 有本王在 没人能难为你 我若不答应 丢的可是玩意的 回皇后娘娘 臣妾愿意 姐姐不用担心 妹妹 她过去几末的作者 皇兄啊 原来苏月熙这般厉害 是不是连你也不知道 她是本王王妃 本王岂会不知啊 苏月熙 殿下这个苏月熙对你争夺皇位 那是至关重要 您可一定要把他套牢啊 苏月熙这个贱人 什么时候把舞跳得这么好 不行 我不能让他抢了风头 好 太好了太好了 苏芷柔 既然你这么想让我出丑 那我就送你一份大礼 不是你们姐妹二人 想要什么嗓子啊 回皇后娘娘 盛妹芷柔 与一人两情相悦 还请皇上皇后娘娘成全 回皇上 臣女轻轻的是湛王 哎呀 妹妹 这个是什么呀 从你身上掉下来的 自夺日相别 甚是想念 秋日夜寒 心体凉 心体凉 这明明是我写给苏月熙的 怎么会在苏纸楼身上 不是 这字条不是我的 但是我看到明明是从你身上掉下来的 是你 这纸条明明是齐王殿下写给你的 齐王殿下 你怎么知道这字条是齐王殿下所写 把字条冲上来 老四 这可是你写的 回 回父皇 儿臣 儿臣 若说不是要犯欺君之罪 若说是怕会赐婚 哎 殿下 殿下 皇上 容儿刚过节节之年 这婚姻大事 还是容后在意的好 别罢 今日就医皇后 今日皇后生成 还有谁要拜授献议啊 父皇母后 儿臣也要拜授 你为何有意要授 父亲 难道你就只想知道这个 你就不想知道我为何要活 七皇子有心啊 赏赐七皇子 皇上 久住上身 如今 玉花园花开得正好 不如一嫁玉花园 赏花 就一皇后 女生 领嫁玉花园 母园花园 母园花园 姐姐请留步 母园花园 我有话要跟你说 父亲 父亲 你等梁平等我好不好 我有话要跟你说 宣谢 父亲 父亲 苏月夕 王王好心好意帮你 你居然诬陷我在大殿上 与齐王思想胜胜 你何让我怎么见人 苏志荣 帝承泽在你这儿的书信还少吗 多到都送到湛王府来了 我只不过顺利上网来吧 妈 本王想了一下 苏月夕自从成亲之后 对本王的态度似乎变了 本王怕的是 他的心已经向着弟子咽了 殿下左人胜利 如今小人赢 姐姐 我本想把这送房给主持的 没想到送房那得上了主持就行了 别假惊惊惊的了 一会期望殿下来了 你跟他解释 期望殿下当真要来 当然 你 nauri 去告诉其他人 在王妃和秦王殿下正在行苟且直 这尚好的欢情香 你就和弟子虫子好好享受 我要让所有人 都看到你们的仇态 芷柔拜见齐王殿下 殿下 姐姐在里面等着你呢 王妃现在身在好处 苏月希莫 属到这儿去找 苏月希 苏月希怎么 四皇子 四皇子 不好了不好了 决定皇上皇后 湛王妃和齐王殿下 被困在了畅春殿 奴婢特莱公报 四皇兄就是这里 皇上皇后娘娘驾到 儿臣在见朱皇 你们也知道 湛王妃和齐王被困的消息 回复 正常 西尔王妃 西尔王妃 王妃 西尔 您何体统 皇后 四皇陛危险 故意救命啊 这把门打开 从城里看看 谁在宫中白日宣营 罔顾皇家为演 不谎 湛王 你这是要抗旨吗 皇兄 你已经人是一惊 别生 打开 成为了 你 家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但仍慧乱后宫被抓个阵长 还有何话可说 王上 臣女是被陷害的 就王上为臣女做主 为侯婆 儿臣愿起苏质柔为侧妃 侧妃 我堂堂相府前妻被你毁了金牌 竟然是侧妃 你只是相府数据又勾引了的王在下 本王封你为侧妃已然是看在丞相的臂上 你如果不愿意的话 可以当对王的侧妃 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 你要为臣女做主啊 就你不愿意嫁给齐王 除了这种事 皇上不责罚你 你是天大的恩情 你就安心嫁罚 王爷 王爷 都是苏宇兴与希望陷害我的 他们才有狗窃之事 不命和王妃 你可有证据 好 我嫁了你 帝成泽 苏月熙 你们赌我清白 我是要你们好看 不 本王明明睡的是苏月熙怎么会是苏芷蓉呢 马安 你说 这事会不会跟苏月熙有关 照理说苏月熙心悦语 根本没理由这么做呀 但 还是查清楚为好啊 夫君为何不在凉亭中等我 是不信我吗 苏芷蓉和帝成泽 偏殿之事 是你做的吧 是我做的 你还有什么想要问的 小姐 是不是帝成泽月舞见面 是 那你说我是去还是不去呢 祁王殿下 姐姐是不会来了 墨碑又是你的鬼情 殿下可是冤枉人家了 姐姐是跟镇王走的 柔儿是来帮殿下的 小姐 咱们这次回相府 真的不跟王爷说吗 上回回相府 王爷就写些遇刺 这次还是不要惊动他 怎么是不要惊动的王 我跟双儿想上街 去买一些胭脂水粉 夫君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本王奉旨去小匪 快则两月 去则半年才能回 显儿你 别担心我 你在梦里看见的记忆 我会等你凯雄跪来 陆峰 走 我把岁月布置成奇菊 等着你 双儿 我们要赶紧去见我娘 大娘 你要怪我 要怪就怪你那 不知好歹的女儿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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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不好的小姐 王爷出事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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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不死 你毁了我的清白 我叫毁了你的叫王 大战王竟敢烂到我姑 给本王拿下 他已经被关进地牢了 你要等着记得收拾吧 哈哈 你对我父亲到底做什么 说 进了地牢 我把你打死了 你我把你打死了 我把你打死了 我把你打死了 四分心 你救我 你救我 你手的电话还能用具着我 啊 我自己的夫君我自己会救 啊 若子王害他没事 我您进了地牢 他已经画画了 他没事就好 您还要担心担心自己吧 祝祖宁他可是既往的地层折 还不让他才能看你 连折子都回这一车 让他参 把王道要看看 他能参出来什么风浪 启离战国殿下 苏神像千金求见 得 是 殿下 有人此次前来 知祖宁你必须利 嫂儿快把这幅画拿给断吧 快去 汐儿 来找本王所为何事 我没想到弟子叶 竟然赖杀我的百姓 我以前真是看错的 现在才知道我的好 怎么 回听转意了 殿下 您大人不去想过 你迷途之法 还是本王的好爱呗 我想 看看被弟子叶杀的那些可怜买性 殿下 你带西月去啊 好 你接下来西月齐王 联手齐王要害你 只有柔儿能帮殿下 我说的都是真意啊 哈哈哈哈 圈头 那本王倒要看看 什么圈头 大老爷 草民亲眼所见 赞王杀了我们全家上上下下十八口 青天大老爷 要为草民做主啊 没想到这赞王竟如此 草心疲狂 我真是瞎了眼 还以为他是按您如此的王爷 就是 弟子叶 你身为王爷本该暗命如此 如今勾结山粉滥杀无辜 你可知罪 不知 战王之罪可不知一条 大历十年 战王一路上磕口音响 大历十二年 战王借剿匪之名 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大历十三年 战王趁皇上起伏之计 带兵上殿 起头无法 弟子叶 你还有何话有说 本王妃有话说 张大历十年 战王平变息净之论 差点失去了一条胳膊 竟然被你说私吞军行 坚依诉说 王大历十二年 大历十二年 贼国来散 天官告起 王爷临危受命 后被中了刀 没了半条命 竟被你说成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至于大历十三年 断臣贼子谋划 战王平一己之力 顾皇上周全 差点没了命 被你们说成 他要走 我夫君堂堂战王 为君王平设计 为百姓谋安定 岂能被你们如此无限 希儿 想不到 你竟会如此为我本王 苏月喜 你怎么会替弟子叶说话 我们全家上出间 整整十八口 全是战王所 您可以够证 老人家 您说你一家 一十八口 会被战王所杀什么 正是 正好我这里有一句话 让你认一认你们家 双儿 说话 还请你认认这些话 看看哪位 是您儿子的 一年让我 老人家 认话 原来西尔任我带他去看那些死人 识别了救弟子叶 这样怎么带 这里是公堂 岂是你撒眼 老人家 还请你好好看看 哪位是您儿子的 一年让你 好您老眼会吧 这话里 可是您的儿子 你连自己的儿子都认不出吗 竟然连自己的儿子都认不出来 怎么亲眼看见自己家人被战王所伤 说 到底是何人 为何冒充苦主来陷害战王殿 王妃 王妃请饶命 好了 你这 家人 那你去共堂 其中堂 不是 你不是说我太子都忘了 这几位大人生的好处 好像都是你齊王殿下 敢问齊王 主审官员收受贿赂 乌县战法 该当合罪呀 那是称之公平陷害在王殿下呀 本王还以为你们多少能审出点有用的 就这 拿本王打发时间的吗 下官无能 才无能 既然无能 那就此官了 你别 四秒是公堂 男人 战王拉下去 你敢 难道你也在法庞 男人 战王非一并打出去 有本王在 我看谁敢动他 奉天成运皇帝赵曰 战王弟子业残害无辜 却系刁民所害 齐王帝成泽 最受蒙骗 但为民请命 情有可原 倾此 五皇换税 万换税 万换税 二十零年 皇上为什么要下这样的词 真是便宜的 这 五皇好顺颜 虽以皇杖 和大帝 今已成则在朝中苦心 飞营这么多年 迁到父皇见识 父皇下这样的词 皇上倒是好 倒是贼二年 为何会如此帮帮我 还想为何 我当然想 因为我是战王妃 我肯定是要帮你 夏 原来你救我 只是因为你是皇妃 怕被我连累吗 夏对不起啊 当初你去婚 是我强娶 如今 你若不想再作战王妃 我可以去求父皇 让我们和离 父君 你怎么又要和离啊 夕儿 我这次是被帝承则给陷害 我知道你一直心悦她 只不过是暗于 是五皇妃的身份 不得已帮我罢了 什么心悦 什么不得已 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误会 弟子爷 我心悦的是你 而不是帝承则那个混蛋 你要是不信 这下你信了吧 夏你 我才 亲了我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我再 夏 这次可是你先招任我 但我再也不想放你走了 我 主人不好啊 太后身体有样 对 我来请您和我去进攻 儿臣拜见父皇母后 为礼 太后怎会染上疫病 既然大家都到齐了 张神仙就请出来吧 启禀皇上 皇后 张术使又是你 前世就是你说弟子也是谋逆在心 这一世又想顾及重施吗 太后齿兵乃是温神作祟 齿温神道法极实 但他也顶不过小老儿 手中的顶中不落 还请皇上皇后准小老儿 是 准 看来这一世 把谋逆灾心改成温神了 你们再想害弟子爷 只怕是不能了 我军您担心 他就带把戏我知道 我会保护你的 十万人就是战王妃 一派胡言 术使之言岂能相信 还是和全太医为皇祖母一致吧 父皇 这张神仙既能镇守太妙就绝非等闲之辈 依而沉堪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张神仙 你说我是温神是吧 太后的疫病也是我导致的 正是 那张神仙可有办法医治啊 我说温神 医病是 你说什么 仅有此法 指使 是 若是我能救得了太后吗 我若救得了太后 你是不是要自焚些罪啊 好 太医快说太医 江王妃 你害死皇祖母还有何坏要说 药与没问题 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若用银针护住心脉 太后或许还有救 皇上 臣妾恳请再为太后诊治 不慌 上次皇祖母中毒 就是夕儿给救过来的 不慌 儿臣恳请不慌 让夕儿继续医治皇祖母 太后一病乃温神所害 战王妃就是温神 怎可救回太后 臣妾以为 还是张神仙救回太后的好 张神医 你可有法 医治母后 回火山 小老了 还是你 火烧温神 那还等什么 传政旨意 火烧温神 不慌 不慌 请三思 数尺之言不可信 皇上 温神绝对不可留 若是流伤了气候 定成大火 小贤无忠 今日我并偷死 不得对昌神天无礼 害了你祖母 正要除了他 你就不必阻拦了 我本王蛋 不看谁敢动他 弟子爷 朱雁昕害死祖母 不慌弄出处置他的 并不忠 不孝 来人 黄火箭 烧死战王妃 祖爷 就你为了一个温神 竟然要抗止不成 如此荒唐的者 抗他又何妨 弟子爷冥顽不灵 薛去兵权 贬为素人 儿臣领取 这一事 弟子爷就是为我丢了兵权 还被贬为素人 姓儿 站住 朱雁昕害了郑的母后 郑今日定要的偿命 不怕若要偿命 儿臣愿意代替 姓儿偿命 不要紫爷 这位护皇 皇祖有他 他先好 回父皇 皇祖母刚才已经醒了 他又昏睡过去了 暂无性命之用 皇上 这都是温神所使的战眼法 不可掉以轻信 父皇 儿臣听说 如今西境百姓都染上异病 怕不是温神将携碎 都施加在百姓身上 帝承泽这时候提起西境 莫非是想让弟子爷去抗议 父皇 既然皇祖母相安无事 那儿臣就先带姓儿回去休息 弟子爷在正面前如此嚣张 简直反了 父皇担忧的是 虎帝他征战沙场多年 手握兵权号令四方 如今被贬为庶人 只怕不会安保 父皇 儿臣 也为父皇分忧 夫君 对不起 我 不是故意连累你受罚的 汐儿 那些都是身外之物 我不在意的 你只管放宽心 好好睡觉 夫君 我们成亲以来都是分房睡 今日 我想跟你一起睡 你愿意留下来陪我吗 好 那我陪你 祖三 是 小声点 没看见夫人已经睡着了 祖三 齐王带着圣旨来了 说是要参与王 知道了 你先下去吧 我去去就会 等我 大胆弟子爷 见到本王为何不管 如后 齐王出言不逊 华他赶出去了 本王带着圣旨 你一个树子 也敢对本王无敌 帝成泽 你少胡家虎辈了 我夫君虽然是树人 但是他是北宴的大英雄 废话少说 穿你的纸 父皇下旨 查胸战 不回来 不行 我就想跟你一起去 是啊 你知不知道西境现在有多危险 一病四起 我又不会这么医住 万一你有个闪烁 我知道 我就是知道是这样 所以我才要跟你一起去 你放心 你不会有事 我也不会有事的 第四个 上一世你独自居信心 不仅深染重病 还留下来病根 这一世由我陪你 定不会让这事再发生 老板 你不会差不多了 你看还有什么要带的吗 夏儿 我 我去看看 你好好休息 算了 小姐 也不知道这齐王安的什么心思 就让咱们去西境 反正不是黑心就是坏心 双儿 你先收拾这 我去找夫君 九儿 我要去西境了 曾经我们相遇的地方 朱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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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舅 舅二 舅舅 你让我找的好苦 然后看看你 舅舅 你没事他捏去走 我是觉得挺有麻烦的 怎么不能带我 不是啊 我只能不能带我 七王殿下 弟子燕他们已经在去西津的路上 六王殿下 你让龙家什么队长 龙家 都已经整好了 很好 既然都跟着龙做这 那就别想我之后回来 快走 你们干什么 这是我们大老公大老婆来了 不信你们看这是我们大老公就另拍 谁不懂 谁不懂这样老公就问谁 你还敢来还不快 老人家我知道这一比让大家日子都不好过 我们就是来帮助大家治疑病的 你没有你这个威慨的好心情 滚啊 不然我们对你们开枪 你们是从泰国 我们家王辈才能说一下 我就要这么说 你这个温身 害死了我家的人 这是我唯一的儿女 你们还想怎么样 老人家 你一定听不过热酒见人心 你也是控制过来的 我王辈绝对不问是温身的 十一场你 你们你们还在住下来 神医病一日不出 我们便一日不走 张姓们 快把你温身赶出去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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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身的尿 谁敢喝呀 神害我们早死吗 滚 夏儿 你还好吗 我在京城已经被骂习惯了 倒是夫君你 对不起啊 连累你了 别这么说 我不在意的 可是我不想连累你 这疫病凶猛 前世我听闻不多 孰气 只有支支死地而后生了 双儿 如果我病倒了 就按照这个方式给我熬药 狗子 王辈这种做什么 西奥这是打算让自己染上医病 然后再将自己治好 让百姓都相信他 那他被下来吧 是啊 我绝对不能让西奥成 诸位 此水 是从疫病污染的水源取得的 我若喝下死水所得之病 皆与湛王妃无关 看我 是 我只要我的 复不呀 我只能皇冕 女主 佛迪 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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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 我偷 哎 見 where 君子 找她 快往后也扶起来是 弟姊你快喝了呀 前世你就染了一病 你先走这一世还是如此 伯父 怎么还换衣服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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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一病如今又被王妃一直转好 百姓们对王妃确实没那么大敌意了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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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杀 竹子 王妃可能在生气 为什么 竹子 你迷糊中当着王妃面喊她酒儿姑娘 是 不是 我先去跟姓儿解释 弟姊 你准备说实话伤害王妃 还是说假话骗王妃 你醒了 再喝几只药你就好了 你醒了 再喝几只药你就好了 想 我 一十八千 是你给我的药吗 是 是 情况紧急 躺不住了 我得 告诉你件事 七十九二十 是 算了 一会儿 你 以后药就让你封给你了 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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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碗药给你儿子喝了 老人家 把这碗药给你儿子家喝了 来 郑王妃 她要怎么来了 莫妃低承则又想搞什么阴谋诡 太后喝了你开的药至今人还没醒过来 你还敢给人陪 老人家 我手里也有一碗药 你是喝我手里这碗呢 还是喝温神手里那碗 苏芝蓉 她要是喝了你这碗药一个时辰 必死 苏芽 你说我手里这碗药有问题 你这么肯定 赶紧打贝 你要不 若我输了 我必是奉上黄金千两 向你赔罪 可若是我赢了 我要你在这连跪三日 苏芽 替蒂成泽弄死你之前 我要好好折磨折磨你 小姐 她不是什么好人 咱们不跟她赌 你觉得我会说 我跟你赌 苏芽姐 你是温神王妃 谁敢喝你的药 有何不敢 有何不敢 乡亲们 这王妃的药我喝完了 搞得这么一个孩子 万一 你在等什么 还不把药给你的孩子换下去 当人家 如果不愿意 可以不喝 苏芽芝 你身为温神王妃 害大家得病 又拦着大家吃药 你安的什么心 苏芝蓉 人命关天 我还是劝你谨慎一些 我的药没有问题 她在等什么 一个时辰之内 人若是没事 你接受我了 是吗 哎呀 你可吓坏娘了 小姐 她有了 这些本子 你把她要自己 装死 苏芽姐 你输了 还不快跪下 怎么 湛王殿下 还是想提苏芽芯会吗 那可要连跪三着 苏芝蓉 你有什么大脸 让我夫君给你瞎跪啊 你还是好好想想 出了人命 这位姑娘救了我熬的命 不知道你为什么胡说 乡亲们 我染上一兵 与湛王妃无关 但是湛王妃的药 却能将我医好 湛王妃她不是温神 若我再听到 谁说她是温神 我听到一次 便纠正一次 紫月 何必怎么着 我有几儿你 我心甘心甘 苏芽芯 这人都没事了 我们都看到了 你还不快跪下 是吗 那你可要看紫月 我的儿啊 杜比仁 我用轻药 我吓得是家中她病情 能乱行毒 可以刺激患者回光缓证 是人怎么可能这么快的死 这位姑娘 我求求你救救我 你不能见死不救呀 你还什么 这人不还没死的吗 人死了就晚了 这人只要没死 在一个时辰之内 就是我的 下 这人如何了呀 这人卖将冷了 不出一个时辰 他必死了 你还不认输你 还没到一个时辰 你 双儿 快等药来 哎慢着 这还没到一个时辰呢 这人是喝了你的药 死了 这人撑不到一个时辰了 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他死了 那也要等到一个时辰之后 分出胜负 苏志荣 若一个时辰之内 这人死了 那也是我赢了 苏叶希就要在此连贵三日 湛王殿下 人都是想陪着 人死了 这人被你害死 你就一点不愧疚了 不愧疚了 这人本来就是要死 我还给他睡了一个睡下命 啊 这可是胡生生的一条命 每天念书 我都会见死不救 老人家 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啊 多血症 真是大好人呀 老人家 这个药你再回去吃 那我好玩 这回你再认输了 哎 嗯 啊 我知道了 你们是一伙的是吧 连起手来陷害我 本王和本王妃 作是一向光明磊落 从不得你随口誣陷 陷害你 要不是你呢 我们早就喝你家娃子的药 要不是你 差点算了王的命 小弟们 做好的 你没干什么 啊 你没干什么啊 你没干什么啊 要是你们自己自愿喝的 跟我可没关系啊 跟我没关系 跟我没关系啊 没关系啊 夫君 可不当让他跑了 他还藏了黄金呢 仙儿放心 卢方去追 是 叫我追 芊姐 我们误会你是温室 多有得罪 对你说 老人家 我能请您帮我一个忙吗 你说 可恶 苏月希竟然真的找到了治疗医病的药 要是让他们治好了医病 就更不好对他们下手 江飞切勿由于 我手中还有苏月希的把柄 芊儿估计还在为我之前的梦花生气 所以我还是主动一点吧 你拿简头干什么 笑 我今天和你一起睡 你上完身边好 你能弄出地下吗 芊儿果然生气了 那 那你自己睡 我出去睡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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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 初见若千全誓言 风吹云书卷 岁月间 睡觉 闻见喜悠何年 心有戏但你远 执念 轮回过青年 寒之间 繁华开落多少遍 这一世千般纠结 有风 保护花往北 是 你伤还没好 你没事 担天去做什么 我只是觉得挺好玩的 行吗 不能带你 弟子叶 你灭我无忌门 灭门之仇 我定当百倍放昏 百里寒风 却没死 丢了 像你 这是 你是谁 你是谁 为什么把我带到这儿了 为什么他都连 让我有种熟悉的感觉 这不是啊 我是你的兄长啊 我拜你自小在无极门掌 自到无极门没门之后 我到处看 可却听说你嫁给了弟子叶 弟子叶那可是咱们的灭门仇人呢 你搞错了吧 我是苏月希 我不是弟子叶 一年不忘的那个人 不 你就是救我 很快 想起来 你还想带走我的酒玩 告诉你 就算是我死 我也不会让你带走酒玩的 那你就去 你听不听 他竟然是我的病人仇人 不 久而啊 自从弟子叶 叶得到你们 tremendous 他就用毒药推去了 你东西 还把你一本钢撑 像个手无伏击之力的大小姐 苏月希 怎么会这样 久而啊 我大难不死之后 我四处打探你的消息 却听说你已经嫁给了弟子业 想当初 你可是咱们无忌们顶尖的杀手啊 现如今居然被仇人如此玩弄 仇啊 干嘛 叔 您想让我怎么做 下 下 王爷 不怪我 你走后不提头去的黑人 才让王爷下落不停的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务必快点找到王爷 是 我会杀了弟子业 先生妙计 弟子业这次死定 还是亲手被他最心爱的人损失 想想都觉得是什么 而且弟子业死了 就再也没有人能护着那个贱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 卢丰 你回去告诉他们 人一间找到了 不用再找了 是 帝子业 你还好吗 帝子业 说 你是不是灭了无尽门满满 你是不是灭了无尽门满满 帝业 你都想起来了 我想起的自己就是旧 还想起了 还想起了无尽门 帝子业 你如果能远 而你在眼前 再不去眷恋 你放开 我不放 你放开我 帝子业 放开我 你是我的笑 也永远是我的酒啊 放开我 没事 我没什么 非要在我爱上你之后 才知道我与你之间 就隔着去海深沉 久儿啊 帝子业诡计多端 这回无论他说什么 都不能再相信他了 别忘了咱们的复仇计划呀 灭门之仇 久而不敢 嗯 竹子 你要东西我们找来了 不知道 希儿是否还会喜欢 是啊 自从你来的西境 就一直不到口 如今百姓病疫已除 我的身体也大安了 可不 原来带我一起去 家人逛一逛啊 哦 对了 希儿 这是你做九二十 最喜欢穿的衣服 我应许来了 我们回到过去好不好 如果我终将杀你 你死之前 我们不妨度过一最后一段 快乐的日子 我终将杀你会看 这个好多灯笔名啊 这个好多灯笔名啊 这好多灯笔名啊 你快看 身在献花村 嫁入宗家门 直上愁冰客 振前葬公司 布局 你猜这是什么字 我会不给你写出来 小心一点 活在你星星眼里看见你输光 轻盈在上 我轻轻尝你我向往 如果不是你灭了无尽门 那该要对 哪里有一片盏蓝的海洋 零零波广 你手牵着手别发 看见星星坠光 这要是 只要是扶君送的我都喜欢 我看你是我们第一次相见的 你的心情都是他一刻 这就是我们相识的地方 对啊 弟子爷 我就在这里杀你 就让我们在此地相识 也在此地结束吧 下了 走 弟子爷 我们如今这般 如果有一天我想杀你了怎么办 汐儿还是想什么 你会不会怪我 会不会生不起 汐儿 你还记得 你是九儿时我们第一次相见的时候 就是 Ett 这是 像我这样 我这不仅 你会不会 我会不会 有 你会不会 我会不会 是 你会不会 我会不会 记住男人 你这条命是我的 再会 明日午时 请你向上人头 无敌门 小儿姑娘留 我第一次见面就想杀你啊 对啊 那我为什么想杀你呢 嗯 那你现在又是为什么想杀我呀 那后来呢 久儿有在杀你吗 那是当然 我的久儿 可是说到做到 像竹子那样 我久儿竟然说过要你的命 就说到做到 等我只是后期 你为何要杀我 少废话 拿你来 少废话 拿你来 无耻 你再找帮手 看来想杀你的人 不只我 比一比 你 啊 命运在今生 卸下 和伏比 梦境 伴依 你受伤了 你留下 只在眼前 我无事 小儿姑娘你 却忘记 远远时的 约定 这是金创药 看在你替我受伤的份上 我下次再杀你 无尽门 是酒的姑娘呢 小儿姑娘 你为了杀我 还真是风雨 看在你给我遮伞的份上 我这次就不想 不过 小儿姑娘 你要是太想杀我的话 还要 怎么 你以为我不敢去 我要是把飞镖扔过去 他用匕首就能当下 算了 就是秦在 小儿姑娘 出来吧 祖宝 拿一下糕点锅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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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二姑娘,你都藏了一天了,要不下来吃点? 你就不怕我下毒? 你喝这水,可是我喝过的 你笑什么? 你这样的杀手,能杀得了谁呀? 我可是乌近门最有名的杀手 至现在兴起,下次再杀你 我当杀手的时候那么笨吗? 笨得让人心疼 不过我是后来才知道 原来你会有个杀我 杀你不懂的 受伤了要人管拿你来 干什么 你干什么 要杀要管心里面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是谁把你伤成这样的 你管不着 你还是不要做杀手 不做杀手我什么都不会 留在本王身边啊 你想学什么本王都可以教你 不想为什么 你还是老回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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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求门主次药 求门主次药 拿去吧 我现在改主意了 我不要你杀弟子变 我要你留在他身边 被刺他军情 我在你星星眼里 看见你输光 算我待得将 我是樊山送来的金鲍 放那吧 你先下去 你不要打仗了好不好呀 为什么不要我打仗啊 你要是不打仗的话 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死 也不会有那么多人想杀你了 九二 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呀 嗯 你不要打仗了好不好 我想要自由自在的活着 那本王打仗 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过上这样的生活 有朝一日啊 本王也会让九二过上这样的生活 救门主次 救门主次 救命 想要解药 简单啊 那你把第四叶的军报交给我 我就给你解了药 第四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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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他们让我留在你身边刺探绝情 绝情是我泄露的 对不起 我害了你 我害了你 你 我不要笑了 我快走 弟子叶 弟子叶 放心 我绝对不会让你死的 是 是 我不会让你死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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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竟回想 难免徒增感伤 请叹息 我们那些好时光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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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仔细了 一个骂蚱都不能放过 找到王爷 中中有想 是 是 一段柔软的光 王爷在这里 九二姑娘 军医说 王爷中了无极门的天天伞 若是没有解药 只怕活不过七日了 九二姑娘 您去哪儿 您身上还有伤 等我 七日之内 我一定拿回解药 你这么说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 千绝伞的解药不见了 是不是你偷的 求 求门主受罪 说 你偷解药去救谁了 你 弟子业 又是弟子业 你是不是喜欢那个男人了 臭女人 他对你都是虚声假意 像他那种男人 是不会用真心的 找罗来了 叶 又是你 你也没有把门还不算 竹心还想带走我的酒玩 告诉你 就算是我死 我也不会让你带走酒玩的 走 那你就去死了 你一定给你的 你想想要 可以 那后来呢 我为什么变成了薯月戏啊 后来你受了重伤 我把你带回来之后 突然就发现你失忆了 所以就把你带到京城 再后来我发现 京城的苏家大早姐 失踪了 但是和你吵得很像 我就擅自做成长 那你就把我一个人 放在了苏家 当时冰棍够急 我不得已游走 所以我派人暗中保护了你 但是我回来之后就发现 你喜欢让低春走 这是什么人用来的 不过 我们现在终于好合在一起了 后来你灭了无尽门 是 对于这种 才害门徒为力 是徒恶是坐近的门牌 我当然有名 无尽门真如你所说 当年那样对我 是个死有余辜的无量之地吗 自然 既然 这是我们第一次相识的地方 不如我给你跳支舞吧 请父皇收回成命 而臣不愿 不愿 不愿 并非谁手肯 我们才能够见识的门 残垢一身妄想永恒在今生 看你的眼神多陌生 双唇多冰冷 我愿想触碰你的余温 你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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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王大 我看谁敢动他 你不愿意 我君堂堂战 被君王平射击 被百姓谋安定 岂能被你们如此无限 可我 这王非奴将为一生 你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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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寻不见前世 分本与情深深深深深 深几寸 若遥晚是我愉分 是我天真 是我不强动 岂岩 这辈子 丝儿真的真的爱你 你本 exec backing 弟子爷 我语无技能之事 不过是你的一面之词 真色如何 自己便会去查证 遗憾 让森年转世 月下的副手 缠绕着孤城 像血印手势 如酒般相传 一尊在记忆里面 你死业呢 你不是今晚会把它带回来吗 这可是咱们复仇的好机会呀 我是怎么加入无极门的 弟子爷要跟你胡说什么了 你还是像当年一样的相应 真是愚蠢至极呀 哈哈哈哈 苦什么苦 本门主带你入无极门 让你有想不尽的融化 哈哈哈哈哈哈 你不是我兄长 你是想害我父母的人 这都是你的阴谋 是阴谋又如的 宋芷儿 原来是你勾结了孤城 我勾结我 你战王妃 才是无极门于你 你早就知道我的身份 七王说了 若不是当初看见我们不闻解的分 怎会和你这个假的相夫之女周旋 如今要你这苏月心怀 就不怕她你死也不敢 她若敢来 我就敢要了她的命 就凭你们也想要了我的命 布军 你怎么来了 我看了你流血的信 四眼就得了 如今能作恶多端 务必要斩讨出别人 我怀疑他们和地成泽 苏芷儿有勾结 布军 我要将计就计 苏芷儿 我已经掌握你们勾结的证据 如果你束手就勤 我还可以对你的手 帝子爷 你如今是一件庶人 居然还敢支撑钱呢 你信不信我让你有来无回 顺便完成七王交给我们的任务 那就试试 你没丢手 放开帝子爷 你给我看清楚 当年若不是这个叛徒 我无疾们总会命于你手 无疾们作恶多端残害百姓 就算没有刑 我照样灭你们万门 你住口 叶 我灭门之手 不得百倍生还 若是敢还手 我就叶之家了他 好 我放手 我 但若你敢伤其二分合 我定将你随时万断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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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該死 你該死 小本事衝我來啊 你不认识 反正我已经得不到 你这太一步子就好了 哈哈哈哈 你不认 杜志佑 杜志佑 你也吸引于他 你怎么也吸引 杜志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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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我千绝伞 苏月媳 你中了千绝伞 就慢慢等死 你们只会这点下三滥的手段 这里已经被包围了 你跟组的 夫妇 宗正柔构建吴金文余孽 重伤夫君 把他们抓起来 苏月媳 我给你千绝伞的解药 你放我走行不行 不用 千绝伞的多么能几 今日你们周上我夫君 我定让你们付出代价 抓起来 你 你们 皇上 这儿还有个落两只鱼呢 本王是来传圣旨的 皇上有旨 苏月媳 弟子业 你们夫妇二人 同心读了异病 有恩于百姓 有功于社稷 恩神之说 属实无稽之谈 我恢复身份 即刻回京 奉天成运皇帝赵约 战王弟子业 秉性坚毅 深格振心 为国为民 特立太子 战王妃苏月希 温良淳厚 品貌出众 特立为太子妃 齐王帝成则 作恶多端 残害百姓 贬为庶民 削去齐王爵位 幽进齐王府 亲此 吾皇万岁 万岁 万万岁 父皇 儿子冤枉 你不能什么对儿臣 你此 这次他们从西境 带来的证据 还不够多吗 当初你借温神之说 让朕如此冤枉太子 不知悔改 来人了 将四皇子 帝成则 拿下去 父皇 父皇 而且冤枉 而且冤枉 父皇 皇上终于当了一位明军 狠狠教训了帝成则 正的太子太子妃 快快行骑 这次你们为百姓 除了异病 一路轴车牢 快回战马 先行修养 则良辰吉日 动功 儿臣领旨 领旨 封营太子 太子妃回府 高业开人帝的东西 那帝子也得事 王定会东山再起 齐王殿下 要想东山再起 还得先出了这齐王府 希儿 你在想什么呀 我想学武功 想恢复以前的身手 希儿为何突然想学武功啊 因为我觉得 以前当九儿的时候 身手特别厉害 跟现在差距太大了 是吗 哎呀你就教教我嘛 我肯定天赋特别厉害 好不好嘛 嗯 那我答应你 坐坐坐坐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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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方慢着吧 去准备把手 走啊 夫君 你为何要叫我射箭啊 怎么 希儿不想学吗 只要是夫君教的 我都想学 来 手握着这里 手臂 要伸直 放 夫君 您是故意的是不是 竹子 您今日还叫太则地练武吗 今日是我与希儿的相识纪念日 我想让她休息休息 今日本来想带着希儿出去走一走 若是没有什么好的地方 那只能留在府中 继续练武 竹子 我倒知道府外有一个好地 服月西 弟子夜 白头偕老 永结同心 感谢上天让心女重生 信女为怨和弟子夜 恩爱一生 永不分离 父亲 你许了什么愿 希儿放心 我这一天 我们一半会下来 嗯 还差一步 我不是说了 再拿着这个灯笼 我走这边 你走这边 要在云安想想消费 那才灵的 可是我一不想和你一起走啊 可是一起走就不灵了 好 来 那我先走了 来 去 我去云安想想等你 你们不再情话苦悠镜 在这里干什么 你们不再奇望苦悠镜 你在這裏幹什麼 女子 那什麼你們老看這燈呢 別說這個了 芯兒怎麼還沒有來啊 老婆跟我走 這 是芯兒的楊老婆 不好 芯兒肯定出聲音 都是你這個賤人壞了我都保持 你們跟著這樣是你們自己救入不去 蘇月希 你和弟子葉 得意不了多久 你們拿我發三個是 這是芯兒的選擇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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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找了 芯兒被困在宮中 地名在不僅困住了芯兒 而且他還要逼宮 不好了皇上 拜託進入皇室 什麼 傳真之意 言條半句 兒臣就家來遲 還請父皇恕罪 李承哲 你怎麼來了 當然是 來讓父皇吞味 我父親手上有冬 你來逼宮判外 這不會成功 有你在 弟子葉就有了記 他手裡有在乎的 只要希望拿到皇室的讓位照數 我們 就是新的弟子 是嗎 那我們等等看啊 李承哲 你想的都是錢 你想安慰的 和我還有仗要跟你一起 你是讓鄭退位 退位招數已經贏了 還請父皇退位人的血 李承哲 你真是在逼宮 真是在造反 脫位招數的地獄 只要將玉璽蓋上 就是黎正言順的心病 玉璽呢 竹子 這是宮領送來的玉璽 讓您發兵 朱砂叛賊 在朱砂叛賊之前 我一定要先保守蝦兒的安全 陸鋒 你去準備 總是你這個廢物能得到第四夜的手啊 我到底哪點不如你了 真應該照照鏡子看看你現在的模樣 誰會喜歡你 哈哈 哈哈 我將在這個樣子 還不是敗你所自 你也開 你也開 你們死了 我敢 要是讓第幾面吃的 你給其他的奶 都給我進來 学队大哥 为了让你们玩尽敬 我还特意准备了要好东西 这上好的关心香 想念念不醒着 别动 这已经将玉玺交给了弟子业 没有玉玺 你仍然是乱成贼 好啊 既然你这么喜欢弟子业 本来就让他好好给你陪葬 这单子都出过了 你疯了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苏芷柔 我给了你一次又一次的机会 好 这次我就让你自食货 你 你 你放开什么放开我 苏芷姐你别在讲对我 啊 你们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我 叶琼泽 我现在就要进攻 主子 您真的要一个人去啊 不能拿希尔的生命感 前世 帝承泽也是利用我来要求弟子爷 希尔 你先被我绑架 然后骗弟子爷来救你 只要他来 本王就夺了他的兵权 倒是本王继位就没有阻碍了 那绑架的地方我们就选丞相府吧 承泽哥哥 我们可说好了 等你继位了之后 要选我的方 那是 显示 帝承泽想要的是兵权 这一世想要的是玉玺 想不到 竟然殊途同归 帝子爷 你一定不要再这么见 我 有没有 帝承泽 是 他 帝承泽 帝承泽 你为什么要来 你为什么要来 行 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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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子爷 你终于 本王可等候你多时 夫君 快走 给本王震住 弟子爷 你最后乖乖把玉璇交给 要不 本王就要他找你 叶城走 玉璇可有 但是你要先放下 别废话 你若是再不交出来 就等着给他收尸吧 你为什么 快走 快走 我说什么傻话 为父怎么能不管你 玉璇 本王登基 本就是皇帝 当今 是 帝子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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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不着你 做什么 人 帝子爷 你怎么这么傻呀 帝子爷 你怎么这么傻呀 帝子爷 上次 我没事 我早就成员 你没事真是太好 放箭 放箭 给本王杀死他们 汉子有令 杜杀叛贼 这橙子 你还是束手就擒吧 父皇 汉军都以杜杀殆尽 玉玺被儿臣完好无缺的弹毁 这玉玺 郑竟然给了你就没打算要 父皇之事 这是郑传位于你的诏书 你把玉玺和诏书都收好 不过 在这之前 郑还要帮你办一件事 把帝承泽带进来 是 走 帝承泽挣这么多儿子当中 想不到造反的竟然是你 父皇 你这么多儿子 弟子也有兵 弟子也有钱 我帝承泽有什么 你堂堂其王 有封号 有俸禄 有官邸 你还说自己没什么 父皇 我现在拥有你一钱 哪样不是我自己赚来的 他弟子也的哪样 不是他日山缺海中挣回来的 他还是胡鸡之子 出身还不如你 够了 你根本就不喜欢我这个儿子 有我这样的儿子 你觉得耻辱吧 事到如今 你还是不知悔感 这 我本来是想留你一条心 而如今看来 顽固不你 这 是留不得你了 胡都不是子 你不能杀我 你不能杀我 弟子也 都是你干的好事 你不能杀我 我是你欠我 小 你怎知他会按下杀手啊 你没听过江山医的本性满营吗 他就能杀手 他就是 朕 毕丝皇子 金城泽 谋逆辅诸 留他个全尸 厚炸了吧 你们都下去了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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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梦里面 我 我却仗着你对我的宠爱 伤你害你 联合了敌陈泽 怕你害死了 西儿别怕 那只是个梦而已 如果我告诉你 那不是梦 那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 你会不会生我的气啊 会不会生我的气 我怎么会生汐儿的气呢 我只会庆幸 在另一个世界的我 也同样爱着汐儿 啊 怎么了 肚子痛 太医 快传太医 恭喜太子殿下 太子妃有喜了 上 上 听到 他说我们有喜 你要当娘了 我要当爹了 好了 我知道 你再大点声 肚子里的宝宝都听到了 我的 顾女神来消息 让您继位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先皇作风 归于无形 正称皇天之便命 列圣之恒修 奉先皇一命 时已回去 入封冲淺 日盗天 季皇上位 一飞殊师 孙宝中度 令德克权 今策立为皇后 大致奸向 与民公使 今次 臨 二 二 十 一 二 二 感谢观看